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宇两口子又来我家玩 自从二宝出生后 公婆就进城帮我们带孩子 婆婆做的家乡菜很地道 宋伟便经常喊陈宇两口子来我家吃饭 养两个玩很费钱 宋伟的收入不算高 我又长时间在家带孩子 二宝断奶后我才出去找了个活干 幸亏做生意的陈宇不时帮衬 我们一大家人的生活才没有出现大滑坡 饭后闲聊 听说我又怀孕了 陈宇老婆蒋娟多少有些尴尬 毕竟她结婚快十年了 都没要上孩子 年轻的我却生了一个又一个 儿女双全 其实还没结婚时 蒋娟就怀过陈宇的孩子 蒋娟家条件不错 但陈宇不愿意 被人当成吃晚饭的 两人便决定先打掉孩子 好好打拼事业 等有了经济基础 再考虑生孩子 但也因为流产后 忙着工作没休息好 生了子宫 后来蒋娟就成了习惯性流产 再后来竟然都怀不上了 以至于如今年近四十 依然没产下一男伴女 这也让他成了八卦 且有笑柄的父母 压力山大 来自父母的催生 也让蒋娟两口子 说不出的着急 我老公宋伟经常感慨 我们给不了孩子好生活 孩子却一个一个的生 陈宇两口子呢 不缺钱 就缺继承他们财产的人 越没孩子 陈宇两口子就越容易被孩子吸引 每次来我家做客 他们都要给我俩的孩子 买很多的礼物 好吃的 玩具 衣物 一应俱全 很多都是蒋娟经手挑的 蒋娟脾气不错 也不像很多富二代那样矫情 交往多了 我俩难免说一些女人的私房话 蒋娟曾悄悄地跟我讲 尽管别人都说 凤凰男 陈宇娶她 别有所图 但她始终相信 她和陈宇很有感情基础 这只年 她一直想 培育两人的爱情结晶 和事业接班人 平日里 从饮食禁忌 到酸碱环境 从生意受挫后的情绪调节 到当夜的越圆越缺 都会全方位控制和调节 眼间岁数一天天晃大 身体机能越来越糟糕 他们两口子少不了会悲观沮丧 蒋娟说 每次看着陈宇 对我家两个宝宝疼爱有加 一手抱着一个满脸宠溺 她的心里都很不识滋味 她理解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 想要自己鼓血的心情 于是鼓起勇气 拉了老公去做试管婴儿 可惜钱坏了不少 罪瘦了不少 结果却很不理想 我产下二宝当天 蒋娟就拎着大包小包来医院探望我 还拜开玩笑的说 要让我把这个小baby过季给他 说是以后他家的财产也由羊子继承 我也是第二胎才生出个男婴 哪里会有送人想法 于是只当蒋娟是开玩笑 嘴上虽然说着 好啊好啊 那我儿子有福了 却并没有往心里去 这次听说 我不小心又还上了三宝 蒋娟既羡慕又失落 我赶紧安慰他 我其实呢 并没有那么喜欢小孩 当初要不是公婆一个劲催生 我本来还想多玩几年的 几个熊孩子围在身边 吵都把人吵死了 何况我和宋伟 哪有钱供养这么多岁钞鸡 我还向蒋娟透露 其实我正纠结 这个孩子到底要不要呢 没准儿会去打掉的 反正我家已经儿女双全 再说宋伟整天在外面忙 这边下了班呢 也只爱打游戏 要不是有公婆帮着带玩 这日子还不知道 过得有多糟糕呢 我哪里还敢生三胎 蒋娟惊呼 你真要打掉就太可惜了 要不你生下来我帮你带 我还没说什么 我老公就说道 我跟小丽说打胎 她也伤害身体 要她别打胎 她还不高兴 要不我让小丽把孩子生下来 过季给你和陈雨好了 蒋娟的眼睛亮了一下 此话当真 我婆婆一拍大腿 好主意 她笑嘻嘻地对蒋娟说 反正她家条件好 孩子跟了他们两口子 肯定享福 蒋娟和陈雨都笑了 想来我婆婆的话 也郑重陈雨下怀 蒋娟看着我说 只怕孩子真生下来 小丽就舍不得 把孩子送给我们咯 我还没开口 宋伟就笑道 小丽防孩子都来不及呢 她觉得她还是个孩子呢 我婆婆也附和着她儿子 那咱就说定了哈 等小丽把娃生下来 你和她成哥就把娃抱回去养 陈雨两口子刚走 婆婆就开始对我洗脑 还是力劝我千万别打胎 等孩子一生下来 就送给陈雨他们去养 你们光看看人家那财产 没个继承人能行吗 你们送他们个娃 将来他们肯定亏不了你 据说陈雨家的情况并不好 父母在乡下种地 爷爷的一场重病 又掏空了家底 尽管陈雨学习很好 但为了早挣钱补贴家用 他没念完高中 就进城打工了 好在陈雨头脑聪明 又长得不错 看上去高大帅气 一张明星脸人见人爱 也因初思外表 敏捷思维 以及农村人的他是肯干 老板全家都很喜欢他 还有一把女儿嫁给他 考虑到全家人的致富希望 都在自己身上 陈雨最终做了老板的女婿 庆幸的是 虽然是富家独生女 陈雨的老婆蒋娟 却并没有公主病 加上爱屋及乌 我不光对公婆体贴孝顺 对老公的亲友和老乡 也都非常友好 当初 宋伟买婚房凑首付 我向陈雨借了好几万 有这个发达的老乡 不是阶级 我和宋伟的经济压力才大大减轻 正因为欠了陈雨两口子太多的情 宋伟才劝我 把肚子里的三宝生下来 送给陈雨他们养 他说 反正我年轻 身体好 多生个孩子 也无大碍 但我们全家的生活 却会因为这个孩子 而得到大的改善 在老公和婆婆的苦苦劝说下 我最终答应 把孩子生下来 送给蒋娟两口子 蒋娟听了我的决定 非常高兴地说 这样她的被催生压力就小多了 说不定就能水到渠成 顺其自然地拥有一个自己的宝宝了 到时候俩玩一起养 别提多美 女人最知道女人的苦 为了弥补我的付出 蒋娟主动提出 孩子出生后 无论男女 她都会给我50万 作为经济补偿 我生育过程中产生的各种费用 也全由她出 我们两家还签了相关协议 陈宇歉旧地对我老公 宋伟说 那就辛苦弟妹 她还转达了她老婆蒋娟的意思 等孩子生下百天后呢 就交由他们两口子带 这样才更容易 让孩子和养父母 建立感情 宋伟悄悄地对我说 她能理解陈宇两口子的心情 他们肯定是担心 我跟宝宝处久了 产生感情 舍不得把孩子送出去 这才早点想把孩子给接走 事已如此 我只有点头的份 就这样 我第三次进入了 漫长而艰难的孕期 第一次怀孕 对我是最煎熬的 我从头吐到尾 甚至吐到要去医院刮液体 胃变成了一个大漏斗 喝口水 就往外溢 迅速膨胀的身体 也让我常被一种无力感袭击 筷子掉地上 我都不方便去捡 最糟糕的是 肚子越大 我就越是憋不住尿 走不动路 睡不着觉 一想起那些人生人 吓死人的惊悚画面 就头皮发麻 身体的不适 加上巨大的精神压力 两次怀孕 我都大把大把地掉头发 这对年轻女孩 简直是一部灾难大片 每次去产检 从病房传来的撕心裂肺的惨叫 也给我投下了浓重的阴影 生下二宝终于卸下绑在肚子上的包袱后 我曾对宋伟说 以后他家就是送我一百万 我都不会再生 谁知现实就是这样打脸 为了帮别人圆一个当父母的梦 现在的我 又得把孕期的各种艰难轮回一遍 身体的痛苦难以忍受的时候 我抱怨宋伟 不该答应陈宇两口子 还唯一再受苦 宋伟笑 矫情 哪个女人不是这样过来的 不用说 和闪闪发光的五十万 以及各种红利相比 我受的各种肉体之苦 对宋伟这种直男根本不值一提 哥在恋爱时 我肯定会因为宋伟的自私庸俗 三观尽悔而勃然大怒 甚至头也不回地离他而去 但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孩子 疲于应付的艰辛繁重生活 也磨坏了我曾敏感的神经 我都懒得再和宋伟鸡飞狗跳 只是宋伟做着美梦呼呼大睡 我却俯得日渐沉重的肚子睡不着 我不知道 假如宋伟得知 我肚子里的三宝不一定就是他的 他是否还会像现在一样轻松自在 事情还要从几个月前的一天说起 那天我正在上包 手机突然响了 见电话是陈宇打来的 我有点诧异 我们两家虽然关系不错 但平日我和陈宇并无私交 除非是宋伟的电话正站线 陈宇才会让我给宋伟带话 想到宋伟这几天正在山区出差 那边信号不好 经常打不通电话 我怕陈宇是有啥急事找宋伟 就赶紧接起了电话 拿想平日像大哥一样温和的陈宇 竟口气严肃地命我 立刻到城郊一家饭店见面 说有事要和我商量 还不让我告诉其他人 陈宇还从来没有单独越过我 我慌了 担心是不是宋伟出了啥事 陈宇不方便让我公婆知道 这才准备私下通知我 我赶紧请了假 打车来到城郊 在那个饭店的一个包厢里 我才知道 平日看上去成熟稳重的陈宇 竟是来向我吐槽五子之痛的 原来他和蒋娟做的试管婴儿又失败了 我理解一个中年男人急于当爸的心情 便耐心地安慰了陈宇一番 还劝他别把蒋娟逼得太紧 免得蒋娟得了抑郁症 顺其自然最好 但陈宇的一番话却让我瞠目结舌 陈宇说他对妻子给他生子已不报指望 但又一心想要个自己亲生的孩子 便想让我帮他生个属于他自己的孩子 陈宇目光灼灼地盯着我说 其实想主动给他生孩子的年轻漂亮女人也有 但完事后这些女人肯定甩不掉 他也不愿意后院起火 毕竟蒋娟对他和他的家人都有恩 想来想去 他觉得还是选健康活泼 人量性格好的我 让孩子母亲最靠谱 毕竟他和宋伟是好哥们 置身于舆论压力下 他和我绝对不至于拆散彼此家庭 再说蒋娟对我向来不薄 我肯定不会对他横刀躲爱 我心恋奴麻 要不是说这话的人是我自己一向敬重的男人 我肯定会甩他几个耳光浮袭而去 既然陈宇一脸严肃 没有任何尴尬 以言只是在讨论一单生意 我只好委婉地说道 就算我答应陈宇 也不能保证我生下的孩子就是陈宇的 毕竟我可是宋伟的老婆 将我没有勃然大怒地离开 陈宇似乎受到了鼓舞 惊笑了说 宋伟现在忙得很 想必也没有多少机会让我怀孕 当然就算孩子是宋伟的 他也不会介意 他许诺 只要将来亲子鉴定能证明 我生的孩子是他陈宇的 除了讲卷许诺给我的50万 他还会悄悄再给我50万 陈宇的嗓音好听而有磁性 有一种神奇的催眠作用 更重要的是 100万这个数字 瞬间就融化了我的底线 辗转反侧地想了两天 我最终还是答应了陈宇 我安慰自己 要是我不替蒋娟生个孩子 陈宇肯定会找外面的 妖艳贱货帮他生 到时候蒋娟的日子更不好过 我让陈宇务必保密 陈宇发誓 天知地知 你知我知 此后我每周都会和陈宇 去郊区宾馆磨合两次 一般都是上班时间 从单位里溜走 再去宾馆偷偷会两个小时 为增加受孕几率 我俩几乎呢 尝遍了所有容易受孕的体位 怕宋伟发现 完事后 我总要仔仔细细 把自己洗个便 好在因为工作太累 那阶段宋伟欲求不高 即便有需要也是草草了事 否则 我真担心 心虚的自己会不小心穿帮 叫我真正恐惧的是 宋伟出差的日子 我竟然开始回味 和陈宇栽起的点点滴滴 在见到好姐妹蒋军时 我心慌气短 五味杂成 但又不得不 强颜欢笑 我真担心自己会惊分 发现自己还原后 我如是重负的 和陈宇中断了那事 否则我真怕自己越陷越深 叫我羞愧的是 当我告诉宋伟 自己不小心又怀上的时候 宋伟竟然没有丝毫怀疑 老婆肚子里不是自己的种 想到曾经纯真的自己 如今把谎言说得炉火纯青 我多少感到羞愧不已 但有些事既已决定 就只能一腔孤勇地冒进下去 人生如戏 全拼演技 何况还有那五十万 不 或许是一百万打底 底层出身的我 太知道小百姓 挣这么一大笔钱 有多不容易 出手可得的一百万 我请了长假保胎 期间 我被蒋娟照料得非常精心 各种美食和进口营养品不断 瓜熟蒂落 一个七八斤的男孩 在众人的期盼中顺理蒋林 蒋娟抱着肥白的婴儿喜极而泣 没几天就给我卡上转了五十万 最叫我高兴的是 陈宇也偷偷做了亲子鉴定 说孩子确实是他的 他筹起五十万就给我 但眼看孩子就要摆天 陈宇许诺的五十万却迟迟不到位 我急了 趁宋伟出差赶紧给陈宇发短信 让陈宇趁宋伟不在家 赶紧把五十万拿来 好半天 陈宇才回复 既然说什么 他好不容易才凑齐的五十万 几天前 已被宋伟这个半路杀出的程咬金给打劫了 我只觉得当头一棒 追问陈宇到底咋回事 陈宇说 宋伟告诉他 受人诱导 从去年开始 他就借了高利贷赌球 结果欠下了一大笔债 不还钱的话 人家就要剁他的手脚 其实他早已发现了我和陈宇的丑事 但债务压身的他 不但没有戳穿我们 还怂恿我 赶紧帮陈宇两口子生个孩子 好弄笔钱还债 宋伟没想到的是 他偷走奖券给我的那张卡 取出上面五十万 见还完旧债还有几万块 一时新养就又赌上了 结果又是输了个金光 还欠了不少心债 走投无路 他不得不打上了陈宇的主意 陈宇说 宋伟是拿着他和我的艳照 来找他要钱的 还说要是陈宇不给他钱 就把这些丑东西 发遍陈宇的圈子 让他老婆和亲友客户 都认清楚他这个斯文败类 无奈 他只好把原本准备给我的五十万 先给了宋伟 陈宇叹 你也知道 我离开了老丈人一家的支持 屁都不是 他表示他会再想办法 那一笔钱补偿我 让我再宽限他几天 我拉开卧室抽屉 天哪 蒋军给我打钱的那张银行卡 还真的消失了 我眼前一黑 差点栽倒 我又给宋伟单位打电话 得知宋伟以照顾生病孩子为由 请了年假 已经有一阵子没来上班了 看来宋伟的出差只是个谎子 现在我更相信 他是带着陈宇给的钱 藏到哪儿躲债去了 一双儿女在客厅里常常跳跳 公婆用家乡话大声说着 家常里短 我的耳朵里同时跑过十几辆货车 但如果说吃相凶猛的宋伟 是被金拳吞噬了人性 我自己又何尝不是自动屏蔽了 隐藏在巨大诱惑后面的风险 从而一头栽进了身边人设的陷阱里呢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你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地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与您的分享 最后想跟大家说 现在翠花已经正式开动了Facebook 点击说明里的链接关注就可以私信给我了 翠花非常期待与大家的互动 在这里你永远不会孤单 什么时间 远不会孤单 完顺 完成 到了